真实的缅北有多乱 东南亚真是诈骗冒险家的天堂吗 缅北主要的是与我国云南交界的四个自治区 是世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它作为联邦制国家 内部局势常年动荡 更要命的是缅北 有一部分是著名的白粉金三角地区 因历史原因 缅北根本不听政府的话搞独立 他们竟然还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占山为王 可以说是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 政府均曾与这些武装力量一较高下 这些存在刚好让缅北 成了独立于我国政府 与缅甸政府之外的集团 形成了一种特有的 军政合一的政治体系 从而要面临毒品横行 色情赌博 电信诈骗 人口贩卖等问题 当地政府为了搞钱 还专门成立了经济特区 这些开发区 甚至为了电信诈骗 会专门提供营业许可证 不过人家称其为现金网 当贩罪分子骗到50万时 开发区里就会一 敲落打鼓放烟花的方式庆祝 毫不夸张的说 只要看到缅北上空的烟花盛开 这就意味着 国内一个家庭的破裂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缅北地区 与中国挨得很近 在官方语言中包括哈语 而且还能流通人民币 同时还能使用电线 移动 联通三大运营商信号 在长达2186公里的 中缅边界上 竟有一半左右的边境线 不在缅北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 而且在缅甸对外开放的 9个港口中的4个 中缅边境地区 大多设有天然的屏障 和地理阻隔 藏在网络上流传这样一个笑话 中国的鸡到缅甸下蛋 而缅甸的瓜成熟要到中国摘 更有趣的是 一个景点叫做 一寨秋千荡两国 可仰而知 中缅过境的管理是一大难题 非法偷渡的现象 可谓是非常普遍 同时缅北地区 也为我国犯罪分子的逃亡之路 提供了便利的通道 据媒体预估 大约有数十万人在缅北 从事电信诈骗 那么问题来了 难道国家不管吗 答案肯定是管 而且还是煞费苦心的管 自2012年开始 我国就在跟泰国 越南 菲律宾 柬埔寨等在沟通 甚至还与相关部门 签订了许多 联合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声明 我国则采取围攻 断卡断号 对涉及 与缅北骗子联系的社交 或金融账户封停 此做法是 期段骗子联系资金的通道 当骗子发现 自己的账户被冻结后 会开始采取背包客 投赢现金的方式 转移资产 这时国家反诈中心 就启动了 510打击背包客行动 最后就是心理战术 最高检 最高法 公安局 对打击境外犯罪工作 也做出了明确追究的 刑事作用 于是7月的缅北口案 便出现了排队云南边境 回国的壮观景象 偷渡 诈骗 嘎腰子 这时的缅北究竟有多猖狂 2021年5月 刚从缅北电信 网络诈骗集团脱身的罗某 在广西北海市公安局 海城分局的审讯室中 对警方说 现在带着手铐坐在这里 也比我在缅北 温暖安心 在那里 若不违被良心 进行电信诈骗 就会被打进水牢 若你想离开那里 他们就会设立各种高额费 让你转 可以说 在缅北 你的呼吸都要付费 不得不说 真是应了那句 不作不会死 不去缅甸 不嘎腰 为何一个人均GDP 1423美元的国家 甚至不及湖南凤凰县的 二分之一 实际上会有人相信 那里能月薪上万呢 据罗某回忆 在2020年10月初 他曾在无意间 看到一则与游戏带恋的 缅北招聘广告 不仅包时包住 还有相应的提成 算下来呢 每个月能有一到两万的 不等的收入 罗某见状心动万分 但在相关负责人的指示下 辗转多地到了中面边境 当罗某看到与自己同行 还有十几个来自全国各地人 跟着负责人翻山越岭时 当中遍地都是黄奸的 缅北靠近 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自己是逃渡出国的 此时以为是意外 到了缅北 看到了许多持枪人员 将他们团团围住 还用枪口指着挟持上车 并分佩戴到不同区域 至此龙某才幡然醒悟 自己即将从事的 根本不是所谓的游戏带脸 而是电信诈骗中的杀猪盘 然而像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 今年4月 我侠区居民熊某 原本在玉西市劳作 听朋友说 去缅甸一个月能赚到 一到二十万不等 而且还能告别 受苦受烈的打工生活 轻轻松松日进抖心 心动不已的熊某立刻答应了 在境外犯罪集团的安排下 熊某转眼就偷渡到了缅甸 谁料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熊某到缅甸后 就被卖到缅甸著名电信窝点 卧火山庄 在那里因为业绩不好 每天都被管理人 用橡胶棍堵打 甚至还有次被刀子 割断了大拇指 他们为何不逃出缅北 背后有何内幕呢 你要知道缅北有许多诈骗集团 这时或许就有朋友说了 只要我不相信天上掉下饼的好事 从不给陌生人转账 那我就没有机会上当手品 若你真这么自信的话 搞不好对方就会利用你的心理 成为他们的目标 前段时间在网上 曾刷到过一个视频 说中科院 有个博士被骗到了缅北 或许有网友说了 博士就是说读多了 脑子被读傻了 实际上并不是 你要知道 现在的缅北诈骗集团手段 可谓是日出不穷 比如有个学生非常懂事 他自己不用家长的钱 勤工俭学 认真工作了半年 每个月也是真经白眼的收钱 然后公司负责人对他说 你干得不错 去泰国旅游吧 然后就会从泰国被卖到了缅北 还有朋友说 你在大赛中 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无许你掏任何的费用 我还会给你提供路费 与之前的做法完全相反 试问 有几个人能扛得住陌生人给你钱 有几个人扛得住呢 若你真被骗到了缅北 想完好无损地逃出 几乎不可能 在媒体报道中曾提到 缅北的诈骗集团都搞出了水牢 若你不听话 业绩达不到每月骗二三十万人民币 就会被关进水牢中 而水牢中有各种蛇虫鼠蚁排泄物 并且还会让你待好多天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 老美出名昭著的那麦监狱 除此之外 不关你是男是女 只要到了缅北 下场就会很惨 男子到了那里 犯罪分子会想要看你 能否做到每个月二三十万的业绩 如若做不到 则会用督导 点击 抽鞋等手段做到 你死到那之后 则会被分为三六九等 如果你长得好看 模续做电信诈骗 直接会让他去提供特殊服务 再者就是特别笨 或实在没什么利用价值后 不要认为他们会把你放了 不仅会把你匆匆转卖 他们还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人生终点 在此期间使用的手段 花药 由于时间关系 就不易复述了 总而言之 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也不要因为意识贪念 而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们简直太狡猾了 手段残暴且层出不穷 所以我们要做到 听一下无障 听一下无片 首先要做的就是擦亮眼 千万不能过于自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